一刹那突然间变成小神 小神了以后一直到最刹那 突然间变成大 那个对比非常重要 也就是也是代表他的那个个性 他那个个性就是 我要这个就是这个 他不会跟你协调的 常常 所以我们要 谈贝多芬的时候要小心 如果他没有写的话 通常一定要把它保留到最后 这个时候他就 听众就会知道 他在弹贝多芬 而不是他一个小帮 或者是弹 罗曼提克的曲子 都是带进去的 比较温柔一点 OK 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然后高声部 高声部很重要 高声部可以 小心小心 对我们听到有几乎像是两组人在讲话 对我们听到有几乎像是两组人在讲话 第一组 贝多芬看样子对他很重要 所以他画了一个见大见小 就是他前面写 很有感觉的那个说 你这可以把它想成是另外一个人在回答 也许一个 也许一个女孩子 用另外一个色彩翻 那踏板的话 一定要分开来 因为是两组 然后他又回来 又是有见大见小 你可以把它想成两组 对我们听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说发问其实我们的困难到处都一样 见大不是见快 大小生是一种王牌 我们每次说王牌就是我们可以用 见大见小来表示我们的感情 然后我们有另外一张王牌是速度 如果你两张王牌 如果不知道谁有没有玩扑克牌 如果你在一轮里头 你两个王牌都一起就摔出去的话 那你后面怎么办 就都没有了 所以我会控制得很好 有的时候 通常在弹古典的时候 如果坐着没有写的话 我们不应该变动速度 用大小生来表示 多好看 这一轮里头 上轮 我快点 要来 我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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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有一個見大的時候 一直要到目的地 要告訴聽眾我 為什麼剛剛帶你去 要去看什麼 那到了目的地的時候 不要一個音 然後就泄氣 每次我們就想說 比如說如果今天 誰去爬阿里山 或者是玉山 不可能一到山底 馬上又說 OK 我們下山了 到了 不可能 一定會在山底上 看一看 深呼吸 看一看風景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樣的演奏 因為常常就是 見大了以後 作者通常給我們 一小節 兩小節 三小節 有時候更長 讓我們看一看 深呼吸 看好 然後再慢慢下來 OK 要不然 我們就沒有辦法下山了 待會兒 又小孩了 我們就會這樣子 來回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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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很重要 音乐原则上是在讲话 或者是唱 可是我们常常忘了呼吸 我们自己不呼吸 我们的脚也不呼吸 所以我们就会不懂 所以我每次说 其实音乐跟你们看书一样 都有逗点有句点的 这一刹那很重要 我们自己也要歇口气 要不然整个周明曲弹下来 一个半小时 读周会弹下来 你会好累 好累 对啊 而且现在国际比赛 甚至他们要我们 你们年轻人弹到四个钟头 五个钟头的节目 那怎么办 我每次说其实这就像 马拉松赛跑 像我不是运动家 我说我去赛跑 一定三十秒钟就累了 然后就坐下来 我没有办法跑 可是你想他们 马拉松赛跑的赛 三个钟头四个钟头 一直在跑 怎么弄 就是要一面跑 一面休息 一面跑一面休息 所以我们钢琴家 音乐家也一样 那什么叫做休息 什么叫泄口气 我常常说 泄口气 喝口茶 有的时候是短的话 是喝口茶 有的时候就是吃个午饭 有的话是睡个午觉 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要听句子 句子什么地方 到了一个头了 深呼吸再出去 懂不懂 有的是逗点 有的是分号 有的是句点 有的甚至是让你 有一种感觉 好像是下一幕 下一篇东西 因为完全是一个新的 第二个主题进来 所以这一刹那 你要允许自己 对对 要不然的话你会好累 然后你就会紧张 然后你就会出错 因为我们都是人 就是说我们不是机器 所以久了以后 不是说你没练过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在舞台上弹的时候 你会出错 哎呦这个地方 明明练了很多嘛 怎么会出错 对不对 是因为脑子不行了 因为前面有太多的压力 不停的有压力 它从来没有办法放松 然后再绷紧 就有点像松紧带 我们脑子需要绷紧 然后放松 它这样就可以维持 有弹性的话 就可以维持很久 如果我们前面 一直给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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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三分钟 五分钟 最迟 它一定就会绷 我们就会突然间 说错了 哎我在哪里 怎么搞的 怎么会 不知道的 找不到了 就会有这种情形 你知道 所以我们平常练琴的时候 从第一个音开始 就要把这些 痘点据点 呼吸 练进去换 我们就可以马拉松赛跑 就可以跑十个钟头 人家都好累 你还可以跑 原则上就是这样 就是说要唱 其实 相信我 没有一个音乐 有种族问题 就是说 不要认为说 我不可能懂 你会懂 只要唱 所以我们常常说 音乐是国际的 什么叫国际的 就是说 我那天 替一个孩子 在台北弹 Grip的 辩奏曲 用挪威民谣 这个曲子 我们在那边很少弹 就是 一个挪威民谣 我就叫他唱 我说 你不要 我也没去过挪威 你不见得 一定要认识那首歌 可是你就唱 他一唱 马上就知道 斗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所谓的 音乐是国际 你只要唱 你一唱 你马上自己 就会感觉到 我这里需要呼吸 你那个时候 我会建议你 一开始的时候 哪个铅笔 斗点在琴符上 停下来 你这样就会懂 你也会懂 为什么这句话 你要见大 要去哪里 要看什么风景 今天要爬什么山 爬一个 八百公尺的山 还是一千二公尺 有多大的幅度 幅度越大 你上面会流得越远 这些东西 其实日常生活的东西 你都可以用进 音乐里头去 你就会 就会弹起来 有 比较了解了以后 你就会比较 能够找到 乐趣 你弹的时候 对吗 就是整个弹法的时候 你要想 就是总有记得 他到底是一个 很很 当然我们说 肖邦也是男的 Mandason也是 可是他们那边就比较温柔一点 不是像贝多芬 贝多芬对我来说 几乎是相当 男性化的男生 你知道吗 相当 健老 所以你要小心 谈的时候总是记得 你面对的是谁 然后你 有没有个人什么任何问题 在这个曲子 有没有什么地方 觉得很难 是不好的 因为他 这是晚期开始的时候 贝多芬是 相当神秘 你有没有什么地方 不管技巧 或者是不懂 没有办法 我就说 完全要利用佛特 佛特的话 真的要 力气要出来 要用力弹 健常说往前冲 这是非常好 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你们发问 你知道什么 这也是世界各地都一样 等你们发问的那一刹那 其实你们已经知道 要不然 我这样跟你讲 你去医生那边 我生病 可是等你真的 发问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 慢慢找到答案了 所以我每次都是 利用你们的发问 鼓励你们怎么样找答案 这位同学已经刚刚讲了 我 我 我 每次要谈快的时候 就会 谈大声的时候 就会谈快 就要找药 去去去 就要找药处理 要不然的话 今天被老师讲 下礼拜被老师讲 明年还是同样问题 然后过了十年 还是同样问题 对不对 而且问题是 问题是对你不好 因为你一谈快了以后 你后面很可能就谈不动 你就 对不对 那 想想看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 解排器 是一个 你有没有用 有 关掉又一样 这个问题很好 关掉又一样的时候 常常学生会这样子 说我有练啊 我有练 我说好 那你在我面前练 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乐器很大声 跟打击乐器一样 所以我 前几次回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打击乐器的学生给我看 他们打击乐器的学生的节拍器 好大一个 我就买了一个回去给我那边的学生看 你看 你知道 我们常常我们听不见 节拍器常常我们听不见 所以我现在用iPhone 用一个小喇叭 放在钢琴上给我学 真的 你知道 这是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开的节拍器 可是 因为我们弹弹弹 我们这个乐器很大声 所以我们听不见了 听不见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用了节拍器 可是我时候在浪费电池 因为节拍器在旁边打 可是我们不照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 节拍器打它的 我弄我的 我的呼吸 我的整个的感受 没有跟它合 所以我常常说 要把节拍器吃到肚子里头去 要消化 要从你的肚子出来才有用 要不然的话 节拍器一关 我们又无能为力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小孩子的话 我们会叫他大声数 跟着节拍器数 然后数的时候 你要记得 节奏的话 有重拍轻拍 你是不是也就 输进你的音乐里头去 你练的时候 如果真的听不见的时候 也许分手弹 因为两只手弹时 有时候太大声 我们听不见节拍器 然后跟着数 然后最重要是 你自己的呼吸 那个心跳 还有呼吸 要跟你的音乐同时走 你知道 要不然的话 如果你的音乐 然后你要练习 加量 如果你不加量 当然你就会跑 如果要越来越大声 应该越来越重 越来越加量 你不加量的时候 你会觉得无聊 你就会想要跑 如果你需要加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更没时间跑 有几件事情要练 就是要很下意识的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力气出去 OK 越来越多的力气出去 你就要慢练 看我是不是真的 每个音友比前面都更重 更大力气出去 然后我的有没有唱 我是不是有 我能不能说 我能说 你把尝试 我能带我 但是 Administrator 是最后的力气 我能带我 能带你 过来